建庙于清前楼年的平正区一名庙 在民国86年和中立的人海工程 联合举办庆城起安五朝福教 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 又因庙于整修到现在工程也玩具 为了感谢神明的保佑风调雨顺 从即日起到18号 一连五天要举办五朝圆教活动 一名庙成立已经有231年的历史 主要是在平正 中立 阳眉 信众比较多 这个管辖的十三大庄 今年都感谢神恩保佑地方平安 国泰闽南 所以说我们举行个原教 12月14号到18号 在这里一名庙本庙 另外在搭建了七个教坛 在松木派手对面阿牧餐厅的停车场 我们做了五个教坛 另外在浦新 阳眉 设一个启明宫设一个教坛 三届教坛 在支巴里那边有 设一个五福 五福坛 就是五福宫的庙子的地方 我们设一个教坛 各位可以 相信可以去祭拜 参与 这次活动涵盖了区域有中立平正 以及阳眉部分地区办原教 目的是齐安外也要感谢神明保佑 境内民众生活平安和顺利 在范围内的传统市场 不贩售肉品 市场肉饭表示配合习俗修饰 而在餐厅方面 肉品则是早早备货 来因应原教修饰的状况 我们让姓氏跟地方的民众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摄影比赛 写身比赛 然后还有才艺表演 才艺表演呢 我们从幼儿园组 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到社区 通通来参与的 我最感到欣慰的是 高中直属来表演得非常的踊跃 一共有二十几对 就是桃园市内的而已 就有二十几对来参与 也表现得非常好 还有我们为了让民众 能够对于教坛 还有艺民庙 有更深 更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我们也办了 巡回导览跟定点导览 介绍艺民庙跟教坛 这次园教共设立了七个教坛 为了让更多地方民众 参与这一次的园教活动 庙方除了依鼓力 进行一连串的法会和仪式外 也举办神主比赛 才艺观摩会和摄影比赛 写身比赛等等活动 记者东非凭证采访报道